我先來囉 好你先 我先來我先來 我最愛的前五名 我就不排名次了 因為對我排名次了 都太困難了 個人先推這樣子 這真的是 我會一直穿 一直穿 一直穿的組合 一直穿 就是這件褲子呢 我可以換其他的襯衫 就是透膚襯衫系列 就皺皺 皺皺 然後因為皺皺顏色很多 然後我自己最愛的就是灰色 我已經講了三四次有了吧 就是最愛灰色 灰色之外的第二名就是深藍色 然後如果你是亮色系的人的話 或是已經有其他皺皺庫的話 我就也推薦 集中色或是戒黃綠色 因為他的食品顏色是真的很美 然後所以皺皺是一定要戴 因為他穿起來腿很長 然後而且 搭涼鞋或是運動鞋都可以 他的強度非常優秀 然後夏天也可以穿 所以他是我的第一名 第一名 然後接下來搭配的是這個 洞洞針織衫 然後洞洞針織衫 我覺得就是對於我來說 就是非常實穿的商品 就是我幾乎衣櫃裡面 所有的褲子或是下半身 大部分都可以跟他搭配 就是我自己還蠻想穿的 然後另外就是我也會 因為我還有其他款式的 這種長的針織洋裝 我也會把它當成罩衫再穿 這種穿搭其實我已經穿了非常久 就是很久以前我都會這樣搭 所以這對我來說是非常實穿 而且不太會流行的 就是從二十幾歲穿到現在 就是我還蠻常這樣搭的 然後這個針織衫有三個色 白色、杏色跟黑色 我就先推白跟杏 因為這兩個色是最夏天的 那就是看你了 如果你的膚色是比較偏健康膚的話 就推白色 然後我因為我還有買這件洋裝 的黑 我還有買這個 就是張珍現在身上穿的黑白 我還有買黑色 所以我也會這樣穿 這件洋裝就是肖間的側開剎洋裝 對我來說單穿我會有點害羞 所以我大部分 要不就是會上面搭一個針織外套 或是像這樣的透霧洞洞針繩 或者是透霧的襯衫 就是我會這樣搭 就大部分是這樣子 然後這也是我的清單 因為它夏天就還蠻實穿的 然後彈性又很舒服 然後呢 泥絲裙 泥絲裙 拜託 它好像也是蠻孤單的一條路 因為蓬蓬裙比較少的人買 對 但是我覺得很多很自信的媽媽都會選 但是我好喜歡這件喔 其實我剛剛還有一件 就是我覺得也是有點困難 就是藍髮格子裙 因為我穿這件也好看 我都喜歡那件 對 藍髮格子裙我覺得也好看 但是因為這款我是看了以後 我只有找一陣子 我才挑到這件泥絲裙 所以如果你是有想要挑戰 泵泵裙的話 我覺得泥絲裙是可以試試看 然後 男髮裙我是留藍色 我自己是留藍色 如果你覺得泵泵裙有點太難駕馭的話 男髮格子裙我覺得OK 穿起來是瘦的 就是離型身穿也好看 蛤 過六名喔 好 沒關係 六名可以的 然後接下來就是我孤單的路 椎型老爺酷 他就是比較穿山一點 因為他穿起來比較顯臀 但是就是他的那種 胖胖感很可愛這樣子 這是我自己的愛菜 就是個人的 這樣搭子也很好愛 可以 你可以 你可以 就是他是 追型老爺酷 最近也是我的愛 然後因為他是薄料的 然後夏天也可以穿 我覺得是非常舒服 就是 問題就是這個顏色的話 內褲的顏色要慎選一下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提醒大家 然後這也是我的愛菜 一二三四 蛤 最後一套 一整套 這個 後扣 後扣壓折蹄跟這個 立體孔帶牛仔褲 這也是我平常會蠻常穿的 就是師傅會蠻常穿的風格 這樣子搭 這樣搭也可以 然後這個後扣T呢 我自己是買米杏色 我是買米杏 然後褲子的話 因為我有那個深藍壓折 那您褲了 所以我這件是留淺藍色 我是留淺藍 然後我是買M套 因為我比較喜歡髮褲的感覺 我是買M的 像這樣子 我就是都可以混搭 大部分我都可以混搭 然後 這次我下半身好像留的比較多一點 好 我排好了 呵呵呵 像這樣子我 如果裡面穿一個背心的話 我也會這樣穿 就是上寬下寬 就是另外一個風格 就是當我牛仔褲選的比較 比較垮的話 這樣怎麼我覺得也可以 就蠻日系的 嗯 OK 差不多了 Cooking清單 好 其他還是 其他我還是有很多推的 畢竟是 他都愛 他是本男 不要這樣為難本男 他都愛 折一下 OKOK 好 我的